大家好我是HanHan 所以今天來分享這個我 火靈過尾王的影片 然後跟大家 看一下我火靈前面的裝到底是 用什麼樣的裝來過的 基本上是非常 容易過的啦 算是我這輩子打過好打的尾王之一 那基本上 火靈的 游王流程就是你就走來走去 然後等這個火靈續滿之後 到3或是之後可能是4 就把火靈一次放出來 然後 沒事的時候就上上詛咒 然後多多技能 之後這個放屍體跟 放獻祭的動作也會自動化啦 不過現在還沒有完全自動化 我這邊水瓶其實非常的爛 所以如果水瓶再強一點的話 這場應該會 更好一點 而且 我完全沒有喝我的 物防的兩瓶水 其實有點憨 對 不過你可以看到是完全 有驚無嫌 因為現在我基本上是完全 元素抗都是滿的狀況 所以這邊的 火傷什麼的其實都沒什麼問題 然後 基本上就給他上上詛咒 就 放放限制就差不多了 然後因為召喚的性質 所以基本上我們也不用 完全不用做任何瞄準的動作 這個火靈就原地拉屍拉出來 原地戳出來就可以了 不過就一樣等到這個 蓄滿 然後就把他放出來 基本上現在這個狀況 如果你蓄滿放的話 火靈一般不會到 太多啦 就大概 十幾隻 十二隻 這樣就 差不多了 我簡單來說就是 慢慢掌握 現在這個節奏 之後 這個 如果 變成有 4 4 4發的話 就 就會有更多火靈 一方面這樣也比較節省魔力拉 然後 當unleash 在高速這招火靈應該會做比較多傷害 你完全不用管他們到底在幹嘛 只要 躲一下 躲一下招就好了 沒有說我已經打贏了 完全沒有加速 非常的快 就這麼簡單 我其實應該 應該跟大家講一下我到底用了什麼技能 基本上這邊用了 我靈氣其實開了 Determination就是建議吧 就是給自己加護甲 然後 清晰 就是回魔的 然後還有 一個蠻重要的是憤怒啦就是 加上Generosity就是會給全部有方 火靈有拿到額外的這個 火焰傷害 就這樣 其實沒有需要很多東西 有沒有錯我剛剛打完 那個尾王 那用的是這些裝備 一些 超級超級爛的裝備 沒有錯 純粹 就只是需要這個 藍藍紅紅的 四連火靈 這樣其實就已經 幾乎一定過了 那我的抗方面 你可以看到 這邊 這邊的這些抗是 剛被降抗之後的狀況 所以我之前的抗是 完全超級滿抗的 那能夠真的滿抗的原因是因為 在天賦這邊 我其實點了 這個 這個 Radiant Crusade 就加20全抗 所以 你湊抗其實相對來說容易非常多 對 好像還有點 對我還有點這個是 加12全抗 也不是全抗加12元素抗 當我拿一個盾的時候會加12元素抗 所以 這邊有拿一個盾其實也挺重要的 然後這個也會 基本上拿一個盾就會給我們 超級多東西 因為我點了還蠻多 盾相關的東西 這邊還有 也是加8全部元素抗 然後這邊都是 格檔的東西 所以之後簡單來說就是用格檔來做些事 非常的不錯 這就是 基本上是一個非常好打前期的流派啊 我這三點是剛才點了所以 然後其實我剛的水也超爛 剛剛水是 一些爛到不行的水 現在要換好一點的水 絕對是超級容易過的啦 那接下來我應該會做一點 在這個階級的時候的賺錢方法呢 之後再分享給大家 如果你想要更多些內容的話請歡迎 留言訂閱按讚 大概是這樣 呃其實 現在這個版本啊 這殭屍超容易掛掉喔 這些召喚物現在都還超容易掛掉 我不知道確定是為什麼 有些人是說因為 新版的 黃掛還是有點太強啦 希爾掛還是有點太強 所以 殭屍其實還是超容易掛 我們殭屍已經 連這個肉盾了 可是他還是超容易掛 然後 當然這個 Carrion Golem 這個 也超容易掛 超憨 其實我這邊還可以再叫 這個出來啦 不過這個似乎 沒有做太多事就是了 好啦 就 大概是這樣 稍微講一下喔 這個流派 呃 之所以玩Guardian是因為Guardian的防禦屬性比較好一點啦 然後 基本上我們可以幾乎民一兵然後 幾乎不大會被 Shark到 不大會被 墊高到然後 這個Radiant Crusade其實很強因為 旁邊如果有 5個至少5個盟友的話 我們會有 On'slaught 所以基本上就是更多攻速 20%更多攻速 跑速還有施法速度所以就超強 然後我們還有點這個 旁邊的盟友會有 20% 攻速跑速還有施法速度 然後30% 範圍 然後還有 Etimidate 就是 會讓敵人 拿10%的 攻擊傷害然後 Nerf是 10%法術傷害所以基本上就是 有很多這種 Guardian有很多這種buff型 靈氣型的東西 然後都可以影響我們旁邊的這些召喚物 然後所以我們的火靈就會變得很強 就大概這樣不過召喚流派基本上還是一個 滿雪球型的東西啦就是 你需要馬上把對面幹掉不然對面開始把你的這些召喚物幹掉的時候就會開始覺得難受 那以前 以前其實是有 要點這個不穩定出來 然後讓那些火靈爆掉 可是看起來現在已經不大 已經不大夠好了就變成是要點 就是你進入 地圖的時候基本上還是要點這種攻擊型的火靈出來 所以其實乾脆你就不用 你在升級的時候也不需要為了那一小段時間來點這個 爆炸你就直接 直接做這些攻擊型的事情就好了 然後這下面這邊是應該是比較防禦型的點法 你如果想要更多攻擊的話 其實也可以走中間這邊啦 OK OK 然後後面大概 我會再研究一下到底要怎麼用這個 就是寶石的部分啦 OK 那今天就大家到這邊 讓大家喜歡 那我們就周圍再見啦 掰掰 嘿嘿嘿 や I have to choose I have to choose